从秘鲁房回屏东方山江的祖孙 正式感染DELTA变异株 平县府26号宣布在方山江成立前进指挥所 要求所有超市超商餐饮业传统市场 等各种营业场所关闭三天 并启动防疫物资发放 让方山丰港集散于两村民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要求两村的所有的店家超商 甚至传统市场都不能营业 那每一个物资都发放到每一个家里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外出也不要勤聚 只要在时间里面来筛检 面对严峻疫情 与方山江生活圈重叠的狮子乡也严正以待 由于日前方山江确诊者 曾分别造访居住在狮子乡两个部落的友人 依私人住所而未公布足迹 但公所已完成消毒 同时呼吁有疑虑的乡民尽快去筛检 平县府26号公布方山群聚感染 再增三例 为先前案14298计程车司机的妻子 母亲及照顾的外籍看护 目前群聚的12名确诊者中 6例都是印度Delta变异株 其余人带基因序列比对确认 目前封港三于两村进行大动作消毒 同时强制两村村民筛检 全面强制的仿山封港三于两村的裁检 其他都照以前的仿山 或是封或是狮子乡 北龙相关的一些相关的案件都可以去裁检 明天开始在仿山的老人文康中心 作为疫苗的施打 全村拆检的PCR阴性的 优先来施打的对象 平县府表示 方山筛检站除了增加筛检量的外 将延长筛检到6月28号 临近的狮子乡民也可前往筛检 同时县府向中央争取1200剂拨补疫苗 从27号开始一连三天 为已经筛检阴性者的封港 集散于两村村民施打 请符合资格的民众尽快去接种 提升保护力 原始训练歌手 屏东方山屏东市采访不到 接着来关